你全開出來起碼都知道 廢話 廢話 為什麼呢? 我經常批評我們的民政局局長曾德成 是一個自閉局長 自閉的 不是說立法會對著他罵他 我說你自閉的 為什麼沒用?全開出來 第一 這些問題講了二十多三十年 這些個案我想是一羅羅多到 真是數不勝數 而且這些問題誇張得 我想每一個個案有獨特性 那個存在問題和那個貪污舞弊問題 一條隊的操控問題 已經清楚知道這個是公開的秘密 所以可以數都沒用? 那個問題就是 你的部門 民政是負責這個 物業管理條例三四四 有關的管理和有關的法律的執行 譬如很簡單 剛才何太說有些資料 以前問法團不給 譬如很簡單 你的法團每一年就要公佈那個 收支表和那個核數報告 當你很多年都不做的時候 表示你的法團有問題 當你業主要求的時候 和民政處投訴的時候 他永遠不理 因為民政局其實可以檢控那個法團 有沒有檢控過? 從未檢控過 十年來 是從未檢控過 因為三四四是一個很獨特的問題 他說了你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但是沒有懲罰性條文 所以你業主要告 就要找自己的身家和法團打 法團陣容管理費和你打 當然不會 所以有些業主打了 最後傾家蕩產 所以我就不鼓勵 那些業主個人私人去做 除非你真是很有信心 還有真是很有強的法律的支援 但是你民政局有責任的 如果你的小事又不理 大事又不理 那整個香港的小業主 任由這些團隊 就是宰割 這個宰割 我們聽一下陳太的電話 我們回來了 陳太 你好 輪到你 陳太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請講 陳太 講到那個AP 好像給了很多意見 有時候這些情況 就是很可能有時候 業主自己本身的意見分歧 比如你在一個法團裡面 聊天開會的時候 可能有些就說 這個情況怎麼樣 有時候那個認可人士的AP 就是那個顧問 既然你這麼多意見 我還沒做到三個餐給你選 所以這個又不是一個不正常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的法團很清楚 咦 我要A餐的 麻煩你A餐那方面 幫我做個研究和報價 因為你要做三個餐 三個價錢的了 那個AP都要擺時間擺錢 就收錢了 另外一個的做法 所以有時候 法團自己本身 可能就考慮清楚 究竟做些什麼形式情況之下 指示 那個AP是你指示他做的 不是他可以任意妄為 是做什麼事情出來的 最慘的開始 你就闊懶你 沒有所謂 你不知道全部要找數的 但是現在有一點就是 現在有一點就是 很多的法團 很多業主 只是想便宜 我有時候勸喻法團 都要很小心 主要小心 因為現在很多屋苑 原本是磚外牆的 大家談完之後 就不要做紫皮石 就這樣游泳 游泳 游泳算 但是如果你專業 都給一些意見 譬如你這樣游泳算 可能五年後 要做過了 五七年後 要做過了 但如果你做紫皮石 很可能你可以做十五年 或者二十年 是吧 所以現在現時有一個趨勢 就是那些業主 擔心被人欺騙 還有可能那個費用當然很貴 以前的維修 就五萬七萬就做完 現在拿起來要十五到二十萬 所以 但是如果你長遠來看的話 很可能有時候 一些費用較高的維修 可能對業主的長遠利益 是更加有保障 那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因為講真一句 如果有組織 你都是刑事的 是 條例上 或者是 剛才講了這麼多派對 我想很多個層次 第一 物業管理公司 現在要盡快立法監管 其實八十年代已經講的了 那你物業管理公司 沒有專業的守則 沒有專業的機構監管 騙了很多問題 就是物業管理公司 構成整個貪污舞弊 一個重要的角色 第二就是資料透明度很重要 我覺得三四四 可能都要再檢討 譬如在業主要求之下 或者民政局的責任 就是如果有些資料 譬如你這個合約 關於這個維失合約 管理合約 聘用這個所謂專業人士 這個AP的合約 其實應該業主有權看的 因為這些資料公開的話 變成很多細緻的東西 業主知道的時候 就可以監管那個實際情況 譬如那個AP應該負責什麼 他知道的話 如果他是失職的 他可以馬上跟這個有關的學會 或者有關的專業團體投訴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會繼續被他拖 繼續被他糾纏 繼續在那裏撈油水 所以這個也是重要的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民政處或者民政局 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20年前已經建議的了 就是在這個區裡面 成立一個專業團隊 有律師 有這個工程師 有這個測量師 如果有業主法團 或者有業主要求 表面上覺得 譬如剛才何太講的那類的問題 這個專業團隊就可以被邀請 因為何太已經是法團的主席了 就可以邀請去研究和處理有關的問題 以及給回具體的專業意見 因為民政處當然就是 有時候找他去就說你找律師 這個民政處在那裡幹什麼 那個條例是他監管的 344那個負責 344的執行就是民政局局長 當有關條例的問題問你的時候 你叫我去找律師 但是你是負責要看回這個法團 有沒有違反344 如果違反你有沒有責任去檢控 沒有理由那個法例 存在了這麼多年 幾十年 幾十年 不斷有人犯法 從沒有告過的 你問過去 好像他不回答你 現在都回答不了你 鄧先生 收緊條例還是加重罰質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大聯盟有 具體有四個的建議 第一個當然就是 就著法例的漏洞要先堵塞 包括了那些投票的方法 出席人數